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任何人看了都会蚊枝色变的十元鱼 它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的水域 在我们这里大概只有在水族馆里如今才看得到 但如果说哪一天你在野外河水西水细水的时候 就看到十元鱼凑了过来 而且还把你咬了一口 那绝对是件大新闻 这个月初在中国大陆的广西柳江旁边的柳州市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大新闻 有人在吸水里面吸水的时候 竟然被食人鱼给咬了一口 他抓到其中的一条 而且声称还有两条给跑了 有一条吸水附近吸水人非常之多 这下地方为之惊动 而且决定要立刻悬赏 活要见鱼死要见尸 而且悬赏一千块钱 于是这下子全城更为之骚动 几百人到河水旁边开始群起钓鱼 这时候有人发现在网路上也可以买得到食人鱼 于是整个媒体转了个方向 到处去查究竟食人鱼怎么样 他们意外的发现 中国大陆有好几个地方 老早都可以发现 有人在暗中买卖食人鱼 而且甚至食人鱼出现 变成了一场社会闹剧 我们下来就看看 发生在中国大陆广西的这场食人鱼闹剧 7月初在广西柳江帮小狗洗澡的张凯博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条鱼给咬住 张凯博的左手几乎被咬掉了一块肉 之后他的朋友也被咬伤大拇指 食人鱼出现在珠江支流柳江 还接连咬伤两人 这样的消息不仅惊动整个柳州城 更轰动全中国 该鱼属于小型凶母的鱼类 沿江而立的柳州 每到夏天多少大鹅小孩 都会到这里游泳汽水 柳江有食人鱼 虽不知种树有多少 但至少有两条 柳州市立刻发出了灭云林 找来了五艘船 十位专业捕鱼人撒网捕捞 迅速在江中撒下了深水刺网 甚至还从一百公里外的小乡村 紧急运来了两副斑针 这种古老的捕捕捕方式已经许久没有派上用场 劳师动众向食人鱼宣战 活要见鱼死要见尸 有可能是在家里面养到一定程度以后 作为观赏鱼都不想再养了 可能是自己放到呢 还是怎么流逝到柳江河里面 确实不应该出现食人鱼的柳江 怎么会引来不速之客 经过专家鉴定确定它的学名叫做桑氏巨之礼 俗名是食人昌或是水浒鱼 原产于南美洲通常有15到25厘米长 不耐寒冷喜欢腥味 一旦发现了猎物 鱼群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头牛吃到只剩白骨 就在前方部队专业渔民毫无斩获时 灭鱼行动又掀起了新高潮 卧到的食人昌鱼 金河石主食的每条中奖1000元 哇 好高一条 1000块不是说 1000块 有兴趣喔 有兴趣的 8米 将近500多位民众莫名来到江边 一次排开展开一场特殊的钓鱼比赛 这个是这两天吧 你都会用什么肉额呢 1000鸡肝鸡肺 这是动物人类症 免费提供肉耳钓去 连五花肉都搬出来 全民投入灭藏大战 有人调侃这场战役的口号就是 无论你生在哪都要你死在柳州 只是几天过去了柳州的全城灭昌光是10号11号这两天捕捞的鱼达到了122斤 但没有一条是食人鸡 昨天晚上在这里往那一个网上还没有发现有这个食人鸡 有网友说干脆别掉了 网路上卖食人鸡 夯得很 标价15元一条快递12元送到 买来拿去零赏算下来还赚900多元 其他专家也开始抨击 重赏之下 会不会有人恶意放生 以轰而上的诱捕其实造成是其他鱼类的伤害 原本的美意引来各方踏伐 才三天使人鸡的重金器不利赶紧叫停 其实网友的建议并非不可行 在大陆想要买到食人鸡 真的不是件难事 种类多样 价钱也不贵 市面上呢 也这么猖獗吗 走一趟柳州市的花鸟鱼虫市场 原来怪事还不止食人鸡这一件 食鱼比较厉害 食鱼肉食性的 你看它很厉害 食鱼只要很厉害 没看见食人鸡 但外来生物见到了不少 那一头还发现了疑似来自北美洲的雀扇 据说这种鱼是世界上十大凶猛的淡水鱼之一 这个是属于什么鱼 属于雀扇的一种 雀扇可以卖吗 雀扇 卖的都卖的 不仅在柳州在福州也发现了雀扇 大的可以卖到150元 小的100元 而且都是大喇喇的在卖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最具危害性的100种 外来生物中 中国我们就50多种 外来生物入侵先是因为民众无知 把食人鱼当作观赏鱼放生 没想到柳州当地政府再捕一枪 祭出了悬赏妙招 食人鱼带来的惊恐演变成闹剧一场 至于那条引起风暴的食人昌下场如何 据说被剁成了好几块来泄愤 最终还是难逃一死